广东汕头海底隧道出现大量的水,通行者吓坏了。 3月20日上午10点半左右,广东汕头海底隧道西线突然涌入大量水,正在穿越隧道的人感到恐惧,不知出了什么事。 后来官方通报称,一条消防水管破裂,导致大量清水从右侧侧墙涌入隧道。 网友表示,太吓人了,上次经过看到地下有水,就心里默默地想过,是不是漏水啊,太可怕了。 贵阳地铁3月15日送辣子机,乘客封抢。 3月15日,贵阳地铁三号线搞成地铁送价值300多元的辣子机活动,带爷大妈们急报地铁轰抢,有人被摔倒,有人抢了好几份,没有抢到的,就从别人手里抢。 网友说抢的人没素质,也质疑贵阳地铁三号线运营方,地铁三号线是贵阳地铁客流量最大的线路,花果园站又是这条线路上, 客流量最大的地铁站之一,运营方是怎么想的,会在早高峰8点55分的时候,在花果园站开展送礼活动呢,如果出现意外,这不堪设想。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杰茜茜 3月20日,多位成都网民发文称,听到巨响。 成都巨响引发热议,一度冲上热搜榜第一。 20日,多名成都市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听到一声未知来源的巨响。 许多网民也纷纷表示,确实听到了巨响。 大陆媒体致电成都市应急管理局了解相关情况,工作人员称,已经核实没有收到相关的突发事件报告。 成都巨响引发大量网友跟帖讨论,好家伙,四雷批的声音。 我在世外听到的,不少网友怀疑成都又在测试什么武器。 这不是成都首次出现神秘的巨响。 2022年9月4日上午,多位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自己听到成都上空传来一声巨响,响声十分之大,有网民表示自己家的窗户都被震得抖了抖。 刚听到这个响声时,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是打雷,可是当天成都的天气并不是雷雨天,而是风和日丽的晴天。 四川雅江山火已经烧了六天,仍未扑灭,由村庄被烧毁,千年古寺帕姆岭寺也受到山火威胁,被熊熊火焰和浓烟笼罩。 雅江县3月15日傍晚,发生森林火灾,并迅速蔓延,形成三个火场。 据中心网报道,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20日上午通报,19日下午突起大风,火场态势发生变化。 截至20日6时,1号火场已无名火,2号和3号火场仍有较长火线和多个起火点。 有视频显示,位于雅江县的千年古寺帕姆岭寺周边山林燃起大火,熊熊火焰似乎要吞没整个寺庙,天空都被浓烟遮蔽。 有多名僧人在寺庙外的空地上祈福,希望大火不要烧毁寺庙。 目前暂不清楚这座千年古寺在大火中是否受到损坏。 帕姆岭寺是藏传佛教嘎举派寺庙,位于雅江县八角楼乡东嘎山的小坪上, 海拔4120米。 据报道,帕姆岭寺位于2号火场,情况较复杂。 有视频显示,雅江县角尼堡村有多处民房被山火烧毁。 一位村民说,完全烧毁的应该有十几家。 当地村民主要的收入是到山上捡松茸。 一名女村民说,山火烧过后十多年才会长出松茸,对村民影响很大。 四川网友陈希在抖音评论区留言说, 我就在雅江县,这个火要完全扑灭的话起码还有十多天, 听说火点有十几个地方,风又大,吹的人都站不稳, 火势蔓延很快,有个村里房子都烧了十几家了。 还有视频显示,雅江县的山火异常凶猛, 起火的森林上空甚至出现火红的云船。 距离四百公里外的成都,天空都被山火烟尘染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据中央社报道,在李克强猝死四个多月后, 近日在其少年时期生活的故居外面, 栏杆上挂起了一块布条, 上面印着作家鲁迅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 目的要唤醒青年。 上面的文字内容包括,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 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引火一斑。 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聚火。 此后如今没有聚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这里曾经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大院。 李克强当年居住过的平房, 早已成为两座居民楼, 一栋是白色三层楼,一栋是红砖四层楼。 去年十月底,门廊走道曾铺满鲜花, 众多民众围绕居民楼致意或哭泣。 这块布估计是在民众追到李克强的热潮过去后才挂上的, 否则可能和那些鲜花一样早被清掉了。 不过经媒体曝光后, 恐怕这块布条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剑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RA、RF、RG3、RH2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RMB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RG3的缢口。 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RG3的缢口。 感谢观看